凶手必定是熟视之人 才会有所谓的深仇大恨 简请大懒的推论 凶手在杀害爸爸和养女之后 他冒着被人发现被抓的风险 他继续地留在命案的现场 长达12个小时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凶手的目标是妈妈 所以他坚持要等到妈妈回家 把人杀害才肯离开 第二种可能是 凶手他就是要灭门 非常清楚在这屋子里头有几口人 他非要杀光才肯罢休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代表着 这个凶手他一定是熟人 那会是谁呢 清查了三名死者的交友背景之后 应该可以很快地就过滤 限收出侦办的方向 我吊诡的是 还记得我们刚刚所提到了 就在凶手逃离过现场之后 从屋子里面拨出去 打电话的是一名无姓的水电工 他是谁 他是住在这个房间里头的房客 也就是说 死者爸爸其实是二房东 他因为债务问题 经济并不快遇 所以他就把这个空房间 租给了这个无姓的水电工 无姓水电工跟警察说 当天凌晨 他有听到吵架声音 但是他也不以回忆 他继续埋头继续睡觉 等到了天亮起床了 准备要出门工作 结果一打开房门 竟然就看到有一个男人 拿着一把水果刀朝他刺过来 不过这一名无姓水电工 他是海军陆战队退伍的 他的身材非常壮硕 所以他就一把把 对方手中的刀给抢过来了 但是他又不敢杀人 他只在对方的脸上画了一刀 而在整个扭打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也被砍了六刀 掀血出流 然后他就躲回去自己的房间了 然后把房门给锁上 透过了这一面墙上面的这个气窗 他可以看到凶手 就在客厅里的状况 但警方觉得奇怪的是 既然你都打赢了 还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躲回自己的房间呢 还有凶手的脸被你看到了 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你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解释 凶刀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 这一切会不会是你自导自演 海人听闻瑜伽灭门血案 幸存的无性访客成为检警 侦办焦点 他这种报案的经过 实在匪夷所思 对不对 你应该下去马上打119 打110说我怎么样发生 然后再来跟老板 结果他是打给老板请假 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打给谁 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打给谁 而且他也很害怕 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老板 可能因为惊恐未定 无限房客直觉地 打给最信任的老板 不过警方到场时觉得奇怪 房客的房门外上了一个锁 而且沾满血迹 出来的时候房门还上锁 此地无影三百两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等等 找来锁匠打开门 检警吓了一大跳 整个房间墙壁上到处是手掌擦痕和血迹 甚至床铺 棉被 血迹斑斑 地板上电锅酒瓶也被血迹喷溅 怎么回事 还遂眼心 这个心松的就要出门 结果门一打开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把亮亮的刀就刺过来 刺过来以后他也搞不清楚 就身上就被刺了几刀 刺了几刀他当然下意识地就抵抗啊等等 然后呢 开始就扭打 他跟那个胸型一直扭打 扭打以后他退到房里面 因为他呢 还进入战队 所以呢 他身体还好 他把刀抢过来了 但是当时很气 他本来想要杀那个凶手 结果呢 他不敢杀 但是又气不过 所以在他脸上划了一刀 根据房客说法 活动过程中歹徒咬了他的手 两个人受伤也都累了 他赶快喊停 最后就跟他讲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对不对 他说这样子我们现在讲好了 大家同时钟头 你慢慢起来 你出去 你要干什么你不要 我不管你 那你不要进来杀我 结果他是打匀者 然后门马上反锁 房客描述 他非常害怕 躲在反锁的房间内 拿着水电工具防身 生怕歹徒会闯进来 他讲的啊 然后呢 他有时候 从那个小地方 上面一看 他其实想说 歹徒为什么不走呢 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害怕 他认为说 他如果出去一定会被杀了 所以他不 然后兄弟有问他说 要不要喝水 他一直不敢打开房门 然后他有偷看的状况 他因为他有跟他讲说 我真的也不会 我不认识你 我跟你也没有仇恨 我不会说你怎么样 然后您赶快走 我要出去 在下午四点钟头 他有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知道好像有人进来 后来有人进来的 他就听他啪啪一阵地打到声音 他跟警方讲 他说呢 他有听到 这个应该是妈妈女孩子的声音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不告你了 雨萨的妈妈好像有呼救 印象中有呼救 然后他可能凶行就把她杀了 然后他在那边再等一阵子 他认为凶行确定已经离开了 他才开门 他才打电话 请他求救 然后给猜出来 我现场会声称 跟凶手激烈搏斗 听到雨妈妈惨遭毒手 如果真的是这样 歹徒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留活口来指认自己 更何况 房科你受了伤 大量失血 不是应该赶快要逃出去求救吗 怎么待在房间内 长达八九个小时 不过现场里面的血是蛮多的 我们看这个血呢 血流应该是将近有上一千cc以上 那我们就觉得很纳闷 你既然受伤了 而且你是胜利者 最后他打赢了 把刀子抢过来了 他是胜利者 为什么你如果不敢 对不对 去报案 不敢把他制服 然后赶快把他送 就是报警等等 对啊 赶快逃啊等等 我们当初是无法想象说 怎么可能休闲行凶以后 会在外面等 而且如果他在外面等 他还要放过你 种种可疑和不合理 矛头指向 不信访客 还记得吗 他指正利利 凶险另有其人 在客厅等于妈妈回家后 杀了人才逃跑 那杀害于妈妈的刀 又在哪呢 况且从头到尾 检警认定 杀害三名死者的是 同一把胸刀 更让人诧异的是 胸刀居然在房客 繁琐的房间内找到的 刚开始 就是认为是一把刀 刀在你房间里面找到 当然就是你干的 那刀子又在你房间找到 可是呢 三个人又是同一种凶器 当时我们想说你根本就胡说八道 为什么胸刀在他房间里面 而且他为什么没有赶快报警 他为什么要躲在自己那么久 当时报纸甚至形容 他自导自演 据悉名医描述凶险犯案过程 难道是掩饰他自己的犯行 在侦查的时候也有人怀疑 做这样的推理 因为他的年纪 跟那个渝迅的女学生比较接近 是不是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基于这个渝迅女学生的美色等等 然后呢准备要对他背离 被父亲发现了 知道吧 被父亲发现了 发现之后 干脆呢就把你们呢 就是在房间里面杀了 杀了以后呢 然后自己是不是想要这个制裁 那理论上来讲 如果他对这个渝迅不轨 然后被他父亲发现 然后争吵 然后把他们两个杀了 他应该赶快离开 那怎么可能退在现场 再去杀一个他妈妈才去报案 那相处状况 我们也是从他老板那边讲 听到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 就是跟他们处得不好 或是他对予生有什么非分之想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传闻 真相陷入谜团 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之前 无性房客 仍然是检警怀疑的头号嫌犯 他的唆死也 那时候可信度大概五成 因为第一个他跟常理不合 你躲在里面 凶险又放过你 然后无性房客的报案过程 跟他的唆死 真的是等于所知 房门又丧锁 刀子又在里面找到 所以而且你打赢了 又在里面待了七个小时 将近八个小时之间 所以后来所有的焦点才会 锁定是无性房客 因此我们当时警方 真的有怀疑他是不是凶凶 把他列为重要的嫌犯机 在外面 无性水电宫他被列为 是重要的嫌犯 但是经过新闻媒体的 大篇幅报道 整个社会已经未审先判了 都已经认定他就是这一级 涅门喜案的凶手 因为他的一些举动 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不过等到了见识人员 他们在现场经过仔细地收证 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因为见识人员在地上采集到了 一个滴流状的血迹 经过了比验之后 发现这一滴血迹 它不属于这三名死者 也不是无性水电宫人的 换句话说 在现场还有第五个人 还记得无性水电宫他说吗 他把对方的凶刀抢过来 然后在凶手的脸上 画了一刀吗 这一滴血就是凶手的血吗 除此之外 见识人员还在现场 找到了一个 解脚印也证实了 不是无性水电宫人 那案情查到现在 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也排除了无性房客 他设案的可能性 那问题是 疏守又会是谁 瑜伽灭门血案 房客无性男子说辞 跟初步财政结果都不拢 许多疑问仍然围绕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也问他说 那你受伤 你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时间 先冲出来 想办法冲出去 那当初他是说 其实因为他有跟行凶的 发生扭打 发生扭打以后 真的他说他打得还满激烈的 然后他觉得对方有一点累了 他赶快躲回去房间锁起来 因为他觉得那是最安全的 惊慌中 房客选择繁锁房间自爆 口口声声另一个人才是凶手 却又交代不出更多讯息 觉得他说什么可信 觉得他在想办法演 那个演示自己的罪邪嘛 检警怀疑房客编故事脱罪 他察觉自己被当成了 灭门案凶手侦办 面对检察官第二次讯问 他才松口透露更多细节 他说他在房间里面 听到外面有吵架 而且吵得很大声 然后他好像也有提过说 之前就有吵过了 两天前 对 之前就吵过了 所以他也不以为意 他就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想出来 事发当天凌晨 吵架之说 和邻居讲得不谋而合 而且邻居还提到 事发前两天 也就是12月10号的晚上 瑜伽也曾传出吵架争指声 当时也查访附近的邻居 附近邻居好像也有人听到说 有什么承修费等等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也是问他说 怎么大家都有听到 曾草神 你没有听到 他才会说 对 他才慢慢讲说 其实就是男友在跟他吵架 那吵什么呢 就是说两天前 他就开始炒过了 炒遮羞费 男友遮羞费 关键字眼引起检警注意 或许无姓房客说的 真的是实话 检警重回案发现场 进一步查证 在房客房间里 找到了关键血迹 房间里面找到 第六道的血迹 不是房客的 无姓房客 也不是三位使者 还记得房客说 他有画伤歹徒的左脸 在脸上画了一刀 所以才留下那个低流状 第三者 歹徒的血迹 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见识人员采集到现场 遗留的脚印 很特殊 有个扭扣形状 事后发现 无姓房客赤脚没穿鞋 沾到鞋肌后 有颗扭扣就 黏在他脚上 他说 从头到尾 他都是打赤脚的 因为主卧房里面 凯莎 爸爸跟女学生的 都是血迹 血血迹 跟他的赤脚印不一样 就是因为那个血印 比对跟无姓平是不一样 我们就认为说 那一定有一个人是存在的 那这个人 无姓平又讲说 那个是 无姓男友 他听到这样 因为他其实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的可信度又提高了 这个应该是另有其人 无姓房客真的是 是讲的是实话 他是被冤枉的 好 无姓房客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他说凌晨有听到有人 在客厅吵架 邻居也听到了 还听到了几个关键字 是什么呢 像是男友 还有遮羞肺 这几个关键字 其实提供了警警 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查方向 果然在试着女儿的 电脑里头发现了 这一段 相他十六岁的师生恋 被爸爸妈妈知道之后 强烈反对他们继续交往 除非这个杜老师 他愿意买一栋房子 当作是聘金 但这个杜老师 他根本负担不起 没有想到死者的养父母 竟然扣住了这个杜老师 他的教师证 还威胁他 如果你拿不出一千两百万 就要告他 难道是因为这样子 把这个杜老师 逼上了绝路 案情大逆转 仅仅一度认定 无形房客是凶手 关键血迹和血血印 搭配查证的说辞 显示凶手 真的另有其人 监警追寻出更多 蛛丝马迹 于俊女学生的电脑里面 从电脑里面 也发现到 好像有一个杜姓的老师 跟他在有一些 电脑的讯息的一些往来 去问于他的同学 然后还有从这个好像 是不是他父母亲 也有做了一些记录 有做了一些 好像类似说 手这样子 对 类似这样子 然后另外有到 鱼鱼打工的地方去问 就是说 于俊的男朋友是老师 然后好像是华侨 他们都有印象 然后好像是说 他的父母亲 于俊的父母亲 是不同意的 然后有一些同学 是讲这样子 看来于俊女学生 的确有个男友 是一名老师 他真的会犯下 凶残的逆门血案吗 不过简简想起 房客跟邻居 都提到案发前两天 于家的逆场激烈争执 起因于于俊女学生 才17岁 跟男友差了16岁的失声恋 被于家父母发现后 气得要对方到家里来谈 当时就谈判不是很顺利 知道吧 然后过程之中 也有父母亲也有打 这个于俊女学生 然后杜老师才贵求说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愿意娶你那个女儿 后来父母亲好像有开条件 你要取可以啊 你要聘金啊等等 要买一栋房子给他们 让给他们 这杜老师想说 这个过程之中 未免太磕了 大家都干脆 那就这样子 我们就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无力承担 无力承担 那这个事情就算了 但是于家父母 哪能算了 女学生未成年 已经跟老师发生过 亲密关系 不给聘金 不给房 他们改口要告 你是不是老师哪里 我看一下你老师证给我看 这个教师证给我看 所以就扣住了不还她 我的女儿 你已经跟她交往了 而且发生关系 你就算了 我要告你 然后他之前扣的这个教师证 他说我要到教育局照顶 让你身贷名列 于俊男的父母亲跟陆汉诚说 如果你不拿钱出来 我们就要告你 然后他有提到类似 折修费这三个字 在当时84年的一千两百万 是多大的一个数字 可是一千两百万 那个数字是很大的 那时候的房价 差不多三十百万 可以买 大概三多万 一千两百万的天价折修费 这场见面会 当然是不欢而散 会因此酿出杀鸡吗 得先找到杜老师 采议人答案 警察马上到他任教的学校去找人 那学校就说当天他是请假的 然后就是好像有 有事说他有受伤之类的 第二天他就缝合好了 第二天去上课的时候 他脸上就有那种 一些的纱布等等 他就说他因为车祸 就是就是广称车祸 然后对方拿刀要杀 所以在脸上画了一刀 就这样子 结果后来他又请了 一个礼拜的请假 脸被划了一刀 胡就跟访客说搏斗中 拿刀割伤 逮脸颊的说辞吻合 这下子杜老师嫌疑更重大了 到他宿舍去看人不在了 不在以后发现 他之前有养了一只狗 狗后来发现也不见了 可能是不是他有准备要逃亡 因为宿舍没找到人嘛 那我们就打听他在台湾的亲戚 然后知道说他有可能的去处 是在那边 所以就去那边等待 然后发现说他真的在那里 没时间就会把这个换婴 都在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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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